大家好 我是Sophi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几个礼拜 我有做一个视频 给我的草坪 补种草 今天我就更新 给大家看一下 草有没有生出来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当时种完草的时候 天气就开始 变冷了 变冷以后 树叶就开始掉落 我当时还 非常的担心 我这个草能不能 成活 但是 现在想来这个担心 好像有些多余的 因为这种草种 它是 天气冷 它不怕 反而天气干旱 这个 缺水的时候 它就容易 死 那些不好的草 如果是天气 越干 越热的时候 它们就长得越好 这边呢 这边呢是后院 所以呢 阳光呢 没这么好 但是呢 也有很多 发出来了 像这里就发出来了很多 而且这两天呢 这个落叶 落得很厉害 把这个草呢 也有些地方给盖住了 因为这些草 刚刚生长出来 所以又不可以去 爬这些树叶 等它呢 再长得再壮一点 然后呢 去把这些树叶给清理掉 就可以了 这些草 这些草 现在都发出这小芽 而且这好的草呢 它长得是直立的 它不是像那个蟹角一样的 是张开的长 它是直立的 一条一条的这样子的长 还有这里 也发出来了很多 近距离照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 是向南的地方 这里的草呢 就长得更加好了 这地方呢 原来是种了一棵树 后来我们把它砍掉了 然后我们就在同一天 那天在后院子拨种的时候 也在这里 把这个种子也都拨上了 所以这里的这个草呢 就长得就是非常的好 因为阳光充足这个地方 这样就说明了天气呢 冷呢 它一样也会出来这个草 这个草种呢 它是不怕冷 所以你看 这个草坪呢 如果是草呢 全部都是好的草的呢 天气冷的时候 它还是绿色的 如果是杂草呢 天气一冷呢 它就全部干枯了 好像死了一样的 就看到这个草坪呢 是黄色干枯的草 但是那个杂草呢 它也不是很容易死去 而且呢 它有很多种子 所以呢 它那个种子 掉到了地头 就等到天气呢 一变暖了 它又会生长出来 它的根呢 它的根呢 也是到处爬 爬到哪里呢 它又会在哪里生长 这里的草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我刚刚剥种 几个星期前剥的种 现在都长出来 长得非常的好 这样子远远望过去 现在全部变成绿色的 之前呢 因为那棵大树 砍了以后 挖了一个坑嘛 所以就填了一些泥土 然后我就种上了草 现在全部变成绿色的了 已经长得非常的好 最近晚上这个温度 都变成零下了 而且呢 今天的风也非常的大 所以我在关心 我这个草 长得怎么样了 我看到它们长出来的 挺好的 所以呢 就分享给大家 因为之前呢 我有做这个视频 种这个草